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交通事故处理工具 从箱子中拿出来堆满了整个桌子 每次遇到交通事故警察局 交通队就要带着这个箱子 前往事故现场来处理 过去是采用手写开单的方式处理 但未来加上了平板电脑 蓝牙印表机 一化方式处理 可以让交通事故流程 变得更加快速又便利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这个交通事故的处理的开案系统呢 其实它是结合了我们现场的 有行动的平板 所以我们警察局同仁在出勤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利用平板呢 去核对民众的身份 包含像是使用这个相机 去核对这个身份以外 那也包含了可以自动呢 在我们的系统上面去登记 所有这些我们的当事人的一些状况 那也同时他可以让当事人 直接在平板上面签名 那最后呢 所有的系统直接连线到警政署的开案系统上 所以相当的便利 那最后还可以把用蓝牙令表机呢 把我们相关的这个开案的单子 直接印出来给民众留存 新竹读城华庙不只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同时他们也很热心工艺 最近他们主动购买了平板电脑等 相关的勤雇设备12套 捐给新竹市警察局 希望加速交通事故的处理时间 真的非常的感谢新竹城华庙 过去不管是在公益的活动 或者是说许多的一些社区的这个救助啊 疾难救助金啊 或者是捐助爱心百米等等的活动之外 也能够想到我们警察局的同仁 大家对于科技设备的需求 那非常早的一步就协助我们来做 这样子一个设备的购置 那我相信这12组的设备 绝对可以让我们警局第一线的交通警察的同仁呢 大家在开案的时候可以有更快的效率 警察局在第一线处理交通事故 通常现场都会很混乱以及忙碌 有时候警员写的字体还会被抱怨写字看不懂 现在有了平板电脑加上蓝牙印表机 警员在现场就可以直接开案 上传以及列印事故连单 智慧化科技有效提升案件处理的品质与速度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